苏夫人得知 林氏顺利生下欧阳家的二少爷 特意备上礼物来看望 林氏原本还在坐月子 并不接待外客 可是他不但收下了苏夫人的礼物 还亲自在小花厅与他见了面 林氏躺在窗下的美人榻上 身上厚厚盖着毯子 苏夫人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他们的身边都摆放着一张小圆挤 摆放着香茗 热汤 茶点 苏夫人却没有心思驱动那些东西 而是笑道 宛如 我本该等你身子好一些再来看你 但是我在家中也实在坐不住了 便提早来了 你不会怪我吧 哎呀 哪里的话 我在家里也是难受得很 你来了 正好陪我作伴 说着 林氏轻轻一笑 可是 我听说 小少爷身子骨很弱 你一直都不肯让他见外人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苏夫人对于外面流传的 关于欧阳家的消息一直很留心 这时看似随意地问出了口 是吗 林氏淡淡的 浩尔毕竟是早产 身子弱一些 大夫嘱咐了不要见生人 免得过了病气 这时候 梨香端了几件新鲜的点心进来换碟冲茶 她小心地看着林氏的脸色 呸笑道 夫人 奴婢已经拙人去请大小姐了 苏夫人眼神一亮 林氏微微一笑 只管笑着让苏夫人品尝心松的点心道 这是我家厨子拿手甜点 云豆卷 你来尝尝 苏夫人拿起一块 咬了一口 果然柔软细腻 入口即化 但她顾不上赞叹 又探头向不远处的庭院望去 看她的心思 早已不知道飞去了哪里 林氏笑笑 把一支玉盏里的热汤 小口小口地喝了下去 看到苏夫人明显醉翁之意不再酒的神情 王妈妈勾起嘴角冷笑 林氏却笑道 快尝尝这一点 这是芙蓉饼 这可是养生美颜的佳品 听闻 当今太后也是很喜欢呢 是啊 苏夫人 听说太后脾虚未弱 又犯心疼病 宫里的御医也治不了这病 陛下因此也日夜繁忧 后来 有一位长寿老人向他敬奉了芙蓉饼 自此之后 他经常进食 不仅很少犯心疼病 头发也油白变黑了 您说 这是不是返老还童呀 王妈妈看着林氏一眼 陪笑着说道 苏夫人无可奈何地蹲起了银碟 说不上赞叹还是不满 她在心里暗道 林氏生了孩子 耐性倒是越发好了 还有心情在这里扯闲话 直到用午膳的时候 才有小丫头前来禀报说 大小姐被老太太留下用膳了 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要请夫人稍后 大小姐服侍老太太用完膳便过来 苏夫人一听 脸上掩不住失望 午饭席上 苏夫人双眉紧皱 满怀心事 对着满桌菜肴 颇有些不愿下快的意思 林氏则面带微笑 吩咐旁边的丫头 为苏夫人布菜 苏夫人却仍旧是一副 提不起劲头的样子 林氏道 姐姐 天大的事 也不用在吃饭的时候费神 您到底为什么是犯愁呢 如果我能为你解忧 不妨说出来 苏夫人看了左右一眼 脸上带了点疑难 林氏拍拍手 除了王妈妈和离香 所有人都乖绝地退下了 苏夫人却还是沉默不语 林氏对离香使了个眼色说 上菜 一只椭圆形的鱼盘上 躺着一只一尺多长的炉鱼 身上浇了一层灿金色的浓汁 香味扑鼻 使人垂涎欲滴 林氏用筷子在鱼胸处接了一大块 亲自送到苏夫人的碗中的 先尝尝看 苏夫人看她一眼 不好意思拒绝 便将这鱼肉送进嘴里 细细品味 只觉得鲜美异常 不有效的 嗯 这条鱼 真是美味 妹妹好好享受 林氏微微一笑 直视着苏夫人的眼睛 一字一句 柔慢说道 很多事情 便是我不说 也早已传得满城风雨 我也不怕姐姐笑话 夫君半年之内 连纳了两个妾事 泼木偏心 硬是夺了我手中的权柄 还有一双并非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厉害儿女 这些人 将我逼得几乎没有力追之地 我处在这样的境地 尚且懂得享受 姐姐子女双全 夫妻恩爱 又有何事忧心呢 苏夫人一争 略略回味 恍然而语 看着林氏笑了 哎 妹妹当真是聪慧过人 女中诸葛 我自愧不如 好 妹妹想听 我直言就是 林氏却奄然而笑 你当我当真不知道你在愁什么吗 她脸了笑容 眼睛里的神色变得非常冷静 你不过 是为了欧阳暖在赏花宴上大放光彩而犯愁罢了 苏夫人一愣 脸上笑容更深 这 妹妹果然什么都知道 只是你既然清楚 为什么任由她在外面那样风光 这样一来 你这个后娘 岂不是更难做 林氏冷冷一笑道 姐姐 长言道 不雅不笼 做不得阿翁 他们要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便不知道好了 是我家老太太想让她在京都扬名 背后 又有宁老太君和长公主撑腰 我何苦去阻挠 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做了有什么用 苏夫人看着林氏 一时至今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半晌之后才说出了心里话 哎 我听说 不少府里都盯上了贵府的大小姐 欧阳侍郎的心中 也应打起其货可居的念头 夫人做事不管 是忘了曾经答应过我的事吗 林氏脸上笑容凝固 语气无比郑重道 我若是忘了 姐姐今天何以会坐在这里 那是 饶氏苏夫人镇定 也十分担心欧阳暖身价倍增后 出现一家女百家囚的景象 那时候 自己的儿子可就没有希望了呀 姐姐 这世上的事都没有定论的 我既然答应你 就不会食言 你慢慢看吧 我一定会叫你如愿以偿 林氏笑着 脸上的笑容 却让苏夫人生生打了个冷战 说话间 欧阳暖还没有到 欧阳可却来了 她盛装打扮过一番 倒也显得花容月貌 十分出众 对于这个女儿 林氏已经是十分失望 只不过 到底是她的亲骨肉 她也不能在外人面前太过责备 她脸上露出笑容道 可儿来了 快坐下吧 欧阳可微微一愣 脸上不由自主地哄了 她脚上穿着林氏特别定制的绣鞋 这些日子又浊意苦练一番 走起路来十分平稳 几乎看不出跛脚的样子 她走到林氏身边坐下 看着桌子上的八宝苏鸡 一瓶枣链 赤汤桂鱼 融合脆皮鸡 如意海参 石井太平宴 满满摆了一桌子 林氏道 去替二小姐添双筷子 是 林氏立刻去了 不多时 便取来了筷子 放在欧阳可面前 在欧阳可面前 我预备 产阶